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要讲毛孙孙 毛先生是怎样的? 他与毛忠三是否有关系? 其实就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始终在说姓氏就会相同 但如果说整个背景、省殖 其实未必会一样 因为始终在谋润孙的话 他在英京大学研究所来读书 他跟陈炎先生 当然他有其他不同的老师 例如说顾杰刚又或者是柯少敏 这些都是谋润孙曾经去跟过的老师 当然最多人提到的 一定是他的指导老师陈炎先生 而他来到香港之前 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例如可能在大陆的时期 就会在河南大学、同济大学来教过书 当然去到49年之后 他就未直接来到香港 他就去了台湾大学那边 他去了台湾大学 接着就受聘于这个傅思念先生 然后在大约三四年之后 接着就升了价 成为了这个副教授 好了 在这一段时间 刚好得那么巧 就是前六先生就邀请茂蓉先生 过来香港的新夏书院那边来到任教 大约在1954年的时候 茂蓉先生就来到香港那里 成为了新夏书院的教授 去教很多不同的方向 当然就以这个历史科为主 因为始终在那段的时期 五四年之后就会有很多那些文件 或者可能是招生 甚至可能是和政府的一些 要怎样去处理一些性格 怎样成为一间专上学院 日后再怎样成为大学 有很多这些行政的工作 其实都需要前六先生来处理 那当前六先生处理不了的时候 就需要找谁来到去帮忙呢 就是茂蓉先生 因为他来到去做的 他不单止去直接去教导一些学生 他甚至是会涉及到这些行政工作 所以为什么会一讲这个新夏书院 要讲他历史系的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他讲给一个茂蓉先生 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就提到 就是在五四五五年的时候 茂蓉先生来到香港 而刚刚得到五五年的时候 新夏研究所就成立 在他成立之際 他就有很多这些学生需要来指导 大概在这些十年左右 即是在五五至六五年 大约那时候 新夏研究所的毕业生 大约是有六七十人左右 那整个接近一半的学生 都是由这个茂蓉先生来作为这个指导教授的 好厉害啊 对啊 六七十人 对啊 他的人数上 他去讲的指导那方面 国际的百分比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是一讲到 新夏书院或者新夏研究所 一要去讲一些历史系的事情 或者的人物的时候 会涉及到的 可能讲这个茂蓉先生 初期一些的可能会讲到 罗香林先生那些 但是一讲到四五年之后 就会去讲到贸易孙先生 就是正式就有这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茂蓉先生就是陈梦的弟子 那其实很明显你见到 会不会新夏研究所 历史那方面 会受陈梦的影响会大一点呢? 其实没有说会受这个影响会大一点 因为始终在研究学问的方法那里 或者有人去订题目的时候 通常都是由一些同学 自己去订了一个题目 有些什么的修改呢? 再由老师来帮忙去做一些修改 或者可能做一些增论 让他们可以在这个题目那里 可以加以发挥 所以为什么在之前那时候 会提过的? 茂蓉孙先生去指导那些学生的话 一来会多 二来的话就是他涉及到那个的 潮代 由西汉时期 去到明朝的时期 都会有 就是他们都是会有一些的学生 自己本身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 兴趣 因为其实去学一门的学问的话 无论是哪一科 一个是要很讲求自己的兴趣 二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客观的环境 就是可能会现在去说 有没有一些外来的引诱 或者可能是一些 如果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学 会不会有一些电脑来引诱他 有一些游戏来引诱他呢? 那么在以前的社会 当然在这方面是会少很多的 这些升式卷马那些也相对少了 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兴趣本身 还有客观的环境因素 始终在香港在五十年代 都是叫做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 怎样来培训他们 培养到他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心 来在这个史学方面 来投放很大的时间下去呢?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为什么会新来书院 新来研究所 在那段时间 能够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新来研究所里面 如果是黄先生的参与量很大 其实他有什么有趣的弟子 或者是影响很大的弟子 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得到的 其实如果他说的话 首先会说到我的指导教授 李鸿平教授 其实他也是跟贸易苏先生 因为他那时候大约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毕业 他的指导老师也会是贸易苏先生 所以这些为什么会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对于贸易苏先生 或者是对于前先生 都会有多少少认识呢? 正正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跟的老师 会上过贸易苏先生的课 也会上过前陆先生的课 就是说为什么会在那段时间 会知道到或者会听得到 在以前他们是怎么来教书的 或者可能是再说多一点的话 就是除了这两个老师 左信心先生怎么能够去用他们的语言 去吸引一些学生来去听他说书呢? 其实他们那些教法上面是挺不同的 例如可能贸易苏先生 他会是挺着重这些抄写的功夫的 一点接着之后找一个证据 来给一个小见 其实你看得到的 他听得到就是说 你这样来写的话 其实你和他写一篇论文出来 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 是真的他会用心来教一些学生 如何去写整一篇论文 如何去写一点一个证据 然后再给一个小见 来作为一些很重要的支持 作为一篇论文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你是看得到他们那种做法 究竟是如何来写的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左信心先生 他就未必了 可能会说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 他会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上的魅力 来吸引你来听书 你会不会是在现代史方面 或者是近他们的时代 叫做清朝少少的 那段时间来做少少的学问 做少的功夫 其实这些证证就是看得到 他们两人之间那种教法上的不同 我们看到 如果以生亚书院来看 或者生亚文教所来看 其实都有很多知名的学者 我给一个例子 譬如全汉星 那这些人是怎样去集结起来的 因为全汉星是不够经济史的 那他又有什么情况之下 又不能入到新亚书院呢 其实这些就会是比较后期一点 因为都是由一些名师来引导他们 来介绍之下他们会引荐之下 去进入新亚了 因为在大约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钱穆先生他们都会去 开始去想想 那前面有一堆的草创时期 已经有一堆的人物在 来教书了 但是你接触的话 始终都要找一群 真是叫做 不要说跟他们差不多年纪的 年轻一点的话 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物来教呢 其实他们会想到一批的话 就是他们将新亚书院 新亚研究所那些 以前教来的学生 怎样将他们提拔上去 例如刚才也说过的 孙国栋先生 宋庆斌 或者说胡永超 那些都是将他们引致上去 但是你在其他那些 始终都要找一些 再知名一点的学者 年轻的一班也在 他们这班比较年轻的一班 那中间的学校 没理由作为一个短层的 那便会开始找到哪一些 例如 可能是延交网 传刊星 那些来到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接触的一个时期 那你觉得 在新亚研究所 对于香港的史上的发展 其实它是反映了什么角色 其实可以显示得到 就是 它整个香港的话 正如在以前 陈鲁先生去写这个 中国律师研究法的时候 都会去说过一样东西 就是说 香港其实是一部 挺好的难民史 挺好的流亡史 来到去写它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是说 是一个流亡史呢 原因的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由以前这个偽俊时期 唐朝 宋朝 甚至可能在这个 明朝清朝的时候 都不停地有人 来到去走来 来到香港 你可以说他是在避难 也可以说他是在流亡 只不过 大家都会有一个 总有一个 不同的原因 来到香港 那好了 有一些的 当然是一些 叫做 比较简单的平民百姓 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 的讀书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时候 那究竟他们要怎么来到去 作为一个 教书也好 或者可能你作为一个 自己是一个文化人也好 你究竟那个定位 你究竟日后的意向 指向究竟是要怎样呢 好了 如果你没有了一个 的书院 没有一个地方 来给他作为一个研究的 或者可能作为一个 给他发表论文的地方的话 其实他能够去发挥那个作用 是相对减少一点 而他们就是 在这个的 新夏书院 研究所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我们 怎样来到去 给一些的同学 有一个上进的机会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的 他们可以怎样来 去发表论文 甚至 不要只说这些 有时候可能 在这个星期六日 他们会去举办 很多不同的讲座 我吸引一些 的人士来到去听 或者可能 你们真的到 有差不多的 资历的时候 可能不是听那个 来到去讲那个 也都可以 这些似乎 他们就会有很多 这样的 不同的人才 可以在这个 新夏书院 研究所 来到 就能够出来了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 新夏书院 研究所 在那个 民间法学 民间学者 的推动学术 方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贡献 因为如果 看回中国大学 后来 他的研究所 就变成了 中国文化研究所 其实就已经是 另一套系统了 如果他进入大学系统的时候 就没有了民间的 柔韵性 大性 就是怎么说呢 譬如说 我们要去中文大学 读个 研究新课程 按照这个程序 要考试 考完试之后 又要经过了很多的 审核 審核 还有他会看你 在大学内 那个表现是什么 所以 变成了很多 譬如说有志 例如我本来不是 那本歌出生的 但我对这方面有兴趣 对于这个中国的历史 也没有兴趣 我想会多研究多些 花多些时间 要做正规的途径 其实是不容易的 世界研究所 其实就有这个空间 因为始终 在这个比较相对地 是旧式书院制的话 它会有一个 怎样的作用呢 正如刚才 陈氏沙律所说 会是一个比较 柔人性 会大很多 自由度也会大很多 而第二 他们自己去创办的宗旨 也会说明 是尚索 宋明书院的讲学精神 即是说 他们在这个宋朝明朝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 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书院 那些书院的话 其实他们是成为一个文化的场所 会成为了一个 他们去自由讲学的地方 甚至会是形成了一种 少少讨论的风气 在这些地方那里 虽然可能在以前的 时代背景 即是说这个宋朝明朝的时候 人数叫做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 好了 在香港人数上面 当然在那个读书的人数上面 是会多了的时候 也要想一下 始终在那个地方上面的话 香港和中国的地方的大小 的话 蚊比和牛比 他只不过是去说 这一班这么多的读书人 怎样在香港那里 可以传承到这个中国文化呢 不要单止是说这个史学了 可能在其他的国学上面 或者可能在哲学上面 可以传承到知识下去呢 正正就是要透过这一班的读书人 来作为一个发挥一个传承的作用 所以 可以见到 其实新亚研究所 对于香港那个 就是民间的学术研究 他其实的角度都很大 推动力都很大 因为你 他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但我有兴趣的 我时间多了 我对这方面 可能是自己有些看法的 我都可以在这个机会 在这个场所去 去尊严和去探究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是新亚研究所 对于香港那个 史学 和香港的历史文化 推动的作用 真的很大 我们这里就讲到这一节 我们接着 下一节再探讨其他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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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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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